大家好 我是木兰 昨天晚上我是从阳乌镇那边过来的 本来想在米锥冰川那边驻车的 结果那边没有人 一个驻车的都没有 我还是比较害怕 所以我就走到这边 这边是一个部队的一个驻地 然后我就在他这个街边住了一个晚上 我昨晚睡得很不错 我现在起来了 准备烧一壶水 用这个小茶壶 本来呢我是想在部队这个地方接上点凉水 接上个就是饮用水啊 凉水 结果我一问这些军人呢 他们这儿没有就是那种自来水那种饮用水 他们自己洗漱呢都是用的这个河里边的水啊 我一听啊特别艰苦 然后只有他们喝的水才是 呃 纯净水 后来我就说不用了不用了 我车上带的还有水 本来我是想节约一点啊 呃我自己的水呢 呃 所以你不知道啊 你没有接触 你真的不知道这些呃 军人们啊是 在这些地方啊是多么的艰苦啊 现在我的就是 左边啊他们这些军人们正在 呃 赶快一堆人呢 嗯 嗯 因为不对上呢 穿军装啊 不允许拍照 呃 所以我就没有录他们 昨天蒸的米饭给蒸糊了 呃 但是挺好吃的 有好长时间没有洗澡了 这个头发你看 全部都都打柳了 呃 没有办法 我现在轻易的不敢洗澡 进入西藏以后 呃 呃 就怕感冒了感冒了以后 高反径严重 没办法 冲点麦片 还是老一套麦片煮鸡蛋 我今天的路程短70多公里 呃 就到波密了 呃 所以呢 我今天早晨 呃 不着急 呃 呃 慢慢做一下饭 呃 传一下视频 再把视频做一做 嗯 吃完中午饭了走也能来得及 我最近没有买菜 因为在这个车上 买了它就焖的就不行了 这是最后一个土豆了 还剩了一个 胡萝卜 昨天中午炒了一个土豆炒鸡蛋 还挺好吃的 土豆丝 今天继续在炒中午的菜 直接给它炒出来 不管是面条还是米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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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的鸡蛋多黄 老人 三股蛋多黄 老人 雪少 数 好 小 让店 我 放上一点点微脂鲜 鸡蛋 好了 看看怎么样 我的土豆丝炒鸡蛋 然后把我的锅挖米饭 糊了 看 蒸糊了 我昨天放水 放太少了 所以就糊了 但是挺好吃的 锅挖饭了成了 下回稍稍多放一点点 还想让它烧成这种锅挖的样子 这就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中午的午饭了 到时候一热 太香了 不是我自己吹 真的香 哇 好烫 还是 哇 这个好烫 弄不上来了 太烫了 吃完弄完 又得到12点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